这是一座古老的佛塔 历经千余年的岁月洗礼 承载悠久的历史变迁 这是一座刚毅的塔 百炼千节仍威然耸立于山殿 地灵人节静悠雅 江南古运第一塔 这便是虎丘塔 隐碧罗春品江南四竹 等虎丘塔论天下园林 屹立于烟雨孤苏的呼丘塔 是苏州最著名的名胜古迹之一 清晨犀利的雨漫步于灰蒙的天空 塔内外的带瓦粉墙 让一切沉浸于这古色古香之间 凡是涉足这里的人 思念里都常常地萦绕着 孤苏的烟雨迷茫 虎丘有佛寺的记载始于东晋 而佛塔的历史则是追溯至南北朝 南朝陈史诗人张正健 从永阳王游虎丘山时说 远看银牌颂 崩塔要山庄 随人寿元年即公元601年 随文地下照在全国三十个州郡 同时建造舍利塔 苏州便是其中之一 这便是虎丘的随塔 因塔在虎丘 所以俗称为虎丘塔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源于印度 约两汉间传入中国 三国时传入吴国 佛教向善去恶 讲究因果报应 生死轮回 符合统治阶级和民众需求 虎丘山作为历代佛教圣地 新的佛塔应运而生 顺势而建 当时称虎丘山四塔 唐武代时必会虎字 又称武丘山四塔 宋志道公元995至997年后 佛寺改为云严禅寺 故它也改称为云严寺塔 时光荏苒 现存的云严寺塔为七级八面 双筒结构的仿木楼格式 砖构佛塔 其历史悠久 造型独特 形质恢弘 结构精巧 装饰华丽 已成为历史文化名城 苏州的标志性建筑 1961年3月4日 被国务院列为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历史上标志性建筑 历经千年的 虎丘塔仍然微恶而不失典雅地处立于姑苏大地上 历史奔流而过 留下的既是真相 又是神秘 虎丘塔千余年来 历经沧桑变化 成为中国著名鞋塔之一 其倾斜原因是塔体建在南高北低的基岩上 自建造开始后 即发生塔体的沉降和倾斜 时至今日 虎丘塔仍然未然出立 古朴苍亮 令人不得不对它心生敬畏 其实 这都有赖于它的八边形的平面图形 和双筒套合的结构 以及叠色 正邪等不同契入记忆 使其内部结构稳定 塔体稳固 塔身横向结构 自内向外 依次为塔心室 内塔墩 即内通道 内回廊 外塔墩 即捆门 外回廊 即平座 栏杆腰眼 每层楼面都有梯洞 有木楼梯可供上下 塔心室的结构 颇复变化 其中 空间形质 色彩配合 斗拱两柱 及其组合 均变一出新 但又遵循古代营造的规则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第七层专造的尖穹塔顶 是明代回后所建 1957年抢险工程中 又重新修建的 虎丘塔内 各层顶面都有精美的早景 或彩速天花 颜色经过时间沉淀 越发厚重 精美早景和彩绘天花 相得益障 这些彩绘运用 唐五代建筑 传统的彩花风格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 塔内外壁上 均素有各种浮雕式牡丹和胡石 牡丹花朵 硕大艳丽 形象雍容花贵 有着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 形态变换 造型独特的太胡石 在唐代就被白鱼翼 李德玉 牛曾如等高位文人所赞赏 虎丘塔上的勾拦胡石壁画 是我国较早出现的 胡石造景艺术表现形式 历史上的云岩四塔 屡遭自然灾害和人为损坏 民国虎修新制记载 塔身倾斜 不久恐将崩腿矣 新中国建立后 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 虎丘塔曾进行了两次强险加固工程 在国家文物局的古建筑保护态斗 罗哲文先生的组织协调下 均取得良好效果 虎丘塔排险加固工程的成功实施 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 对古代文物保护的重视 并且显示了我们在 抢险微塔的复杂工程中 所具有的高度智慧和创造能力 虎丘塔其珍藏的文物更引人入胜 1957年 抢修虎丘云年寺塔时 在塔体第二层发现 以石函 内筑京香 尚有提记 新随随建隆二年12月17日 丙武入宝塔 经乡外修广期 边缘及各部接缝处 均以鸾金银花片相色 用二排圆茂钉固定 花片上是有莲花纹及裸草纹 做工极为精细 箱内放有已经硬化作黑色 瓷青纸的妙瓦莲花金漆卷 3.5公斤铜钱等 在第三层教室内 发现了金图塔设立 铜佛像 铜观音像 石函 铜镜等珍贵文物 其中包含一件 备受世人瞩目的珍品 月瑶青瓷莲花碗 它是月瑶 密色死中的稀有珍品 精美绝论 随着众多国家瑰宝的香继发现 虎丘塔越以受到世人瞩目 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 显大部分珍贵文物 已由苏州博物馆保存并展示 宁天地之正气 据日月之精华 虎丘 终灵玉秀之山 历史幽远之地 今天 屹立于虎丘山边的虎丘塔 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这座历经风霜的千年古塔 成为虎丘景区的象征 也成为古城苏州的一大标志 阳光下 雄伟的虎丘塔 仍然屹立在虎丘山的山巅上 南来北往的过客 来到苏州 远远就先看到了他的雄姿 驻足聆听 仿佛还可以听到 剑池里郁郁经流 划过时间的声音 他们是苏州古老历史的见证 是苏州人心中永远的家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